今天帶媽媽去吃深圳第一位的湖南農家菜 有她最喜歡吃的魚頭 每一台都必點的沙鍋豬腳 熱辣辣上台 我就最欣賞這個巨型帶頭蝦 還有即製的招牌甜品 大家好,我是Miu 今天和媽媽過來深圳灣這間食魚很有名的餐廳 餐廳名叫做魚仙小丸 在平日的中午時間已經全場爆滿坐滿人了 這裡已經升上全深圳湖南農家菜的第一名 在看片介紹之前請你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叫做K4加蘭 魚仙小丸位於深圳灣 我覺得最快來的方法 真是叫車或乘的士 過來9分鐘左右 車錢是11至13元 另外深圳灣口岸都有輛90號的車 乘13分鐘左右 去到科技藍站下車 在正如仙小丸門口停下來 我一直都聽聞這間餐廳有很多人 但真的想不到 原來多人到這樣 一張空桌都沒有 一坐下來 有一個冷泡莫里花茶給你喝 都夠冷的 還有一隻很漂亮的杯子裝著 我起初還以為是不是雞尾酒 原來是一個冷泡茶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也有熱茶提供的 我就推介你喝這個冷泡茶 很好喝 這間餐廳聽我的名字就知道了 最主要是出名吃魚 所以我特意帶上很喜歡吃魚的麻麻上來 這個魚鮮盛宴 也是每一台必點的菜式 主打菜 238元是單點的價錢 我全部都是給單點價 大家 其實大眾點評上有很多套餐是很優惠的 例如現在截圖給大家的套餐 258元已經有如先盛宴的半邊魚 加上招牌沙窩豬腳 還有一會兒會介紹的翡翠豆角 還有一杯夜飲 還有三位白飯 任你添飯 都是258元 258元已經夠了三位食用了 可以試了這裡的招牌菜這個套餐 我今天拍給大家這個魚鮮盛宴 我是一條魚 剛剛說的258元就是半邊魚 大家可以試多些不同菜式 你看麻麻超開心 為什麼我要點一條呢 是因為她很喜歡吃魚 你看魚頭大得 這裡她自己吃了一個魚頭 另外這間餐廳為什麼這麼多人 我覺得跟服務也有關係 好像麻麻這樣夾起魚頭 馬上有個小哥走過來給他一隻碟 因為這個魚頭這麼大一隻小碗點裝 真的很細心 馬上走過來 還有這裡有分錯室內和室外 室外的位置你不要以為很熱 大家一會兒看看環境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它全部下膠簾 然後上面是幾十部冷氣 還有幾十把風扇 夏天吃飯冷氣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不夠冷氣 你的東西就算多好吃也沒用 這個魚仙盛現除了魚頭之外 它也包括了魚片 現在我就錄進去 這個就是魚片 但我自己就覺得那個魚頭比較好吃 另外就是有些大頭蝦 蜆 豆腐 另一個招牌菜就是沙窩豬腳 68元一大盆 滾著上來的熱辣辣 是這間餐廳必點的第一位 它這個豬手 我平時是不喜歡吃的 平時因為很大塊 吃到整面都很髒 又不知怎樣損 它是把它切碎了 剛剛好給你一口一口 很棒 加上那個肥豬肉 不是一坨坨的 是剛剛好吃到那個膠質 那個口感 有些梅菜溝肉那種 大家知道一咬下去一坨油 它這個不是的 它真的好吃 這個豬手 真是必點 而且這裡每個人都會叫飯 我想就是因為這個豬手 飯每人4元一位 它有整個電飯鍋上 整鍋給你 是免費的 這裡 它起碼放了十幾十個飯鍋 是預料你每台添飯的 有飯落口 是很棒 我經常介紹大家的時候 我都說是欠碗飯 因為吃農家菜 有家人的感覺 一定要吃飯 我最欣賞的就是這個超大的螺絲蝦 即是我們的大頭蝦 超大隻 138元 這裡我數過 我忘記是9隻還是10隻 超大 平時去街市買的尺寸 如果跟這個相比 那些只是中尺寸 這個是巨型尺寸 這碟真的拿來翻版的 真的很划算 這麼大隻的大頭蝦 而且它的頭的膏 是流心膏 平時那些是硬身的膏 但它這隻一定要吃頭 你不吃頭真的浪費了 是流心的蝦膏 很棒很棒 一定要吃頭 如果你不吃頭 我建議你不要叫 真的浪費了這個菜 很棒啊 蝦頭 藥膳蒸雞 88元 這裡是半隻 在深圳來說 它這個真的是滑雞 很少可以吃到 我覺得是滑的雞 之前跟大家說過 內地的雞 通常是比較有咬口 蛋牙 粗一點 因為他們喜歡吃一些蛋牙的雞 但這隻真的蒸得滑 很棒 那個醬也不要浪費 我都拿了一些來拌飯 那個醬要拿來蘸回雞 你會吃到一些藥材的味道 又不會太濃 這個也是必點的 平時內地的蒸燒賣 裡面整大塊糯米 什麼味道都沒有 沒有餡料 這個裡面有超大的 鹹蛋黃在裡面 那個皮又軟熟 糯米又不會很實 是鬆的 然後裡面竟然有一大塊鹹蛋黃 這個給小朋友吃 一定超開心 五元一隻 裡面有大大粒的鹹蛋黃 真的這個好過吃狀 真的 吃完一頓飯 我覺得可以再點這個鹹蛋黃燒賣 去打包回香港 你看那個蛋黃大到 用來做早餐都開心 這個打包回家 另外最後 就是這個翡翠豆角 有一點點辣辣的 28元 又是送飯一流 炒得很香口 還有一點渣都沒有 那些筋位 那些衣去得很乾淨 最後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這個出名的招牌甜品 末里抹茶生落 大家記得了 上大重點評是13.8元 記得用券買 首先點完 就將它用一個殼 筆起上來 有三殼 然後就加一大殼奶蓋 在上面 然後有一些 末里花乾 我之前不知可以就這樣吃 平時都是沖茶的 原來這樣加在奶蓋裡吃 都挺好吃 再加一些餅乾 這個那個質感 媽媽就說有點像大菜糕 但沒有大菜糕那麼硬 還有淡淡的 不甜 挺好吃 這個可以吃光一個 我媽媽一盤 我都差不多吃光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的介紹 湖南龍家菜 大家看完介紹 是不是很想快點過來 如仙小院這裡吃飯呢 最快的方法 就是由深圳灣口岸 叫車或者搭的士過來 大概9分鐘左右 我和媽媽用了11元 臨走之前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叫做K貨加南霞 下次見 就是他知道 因為美國的地鐵 他們讓我選擇 過 hurricane 沒有 有 操作 你可以 可以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